各位小朋友 如果你是左手的小朋友 你毛笔用右手拿起来 如果你是右手的 你就用左手把毛笔先拿起来 那家长仔细看 回家他如果毛笔直笔钝 你要帮我去纠正他 好,来第一个 小朋友手比较没力 我也建议用这样子 两根手指头 然后第一个毛笔 把它放在这里 好,靠到这边 这样子握住 这个叫做双勾握笔 好,来,拿来看 会吗? 来妮老师,你要不要帮我看一下 来,这样 那如果你的手很大的小朋友 或是大人 这样子,担勾 我的上一辈的老师说要这样子 然后我读完研究所才知道 看到古代的论服 这样子是错的 这样子是错的 要下来才是对的 直到先 在上面的这个是错的 这样是错的 这个是因为怕小朋友手没力道才讲成这样子 要下来一点 这样子在控制毛笔 你的角度是360度可以转 这样子你只能这样子打 这样不大好打 手也会很累 还有,来 所有小朋友把毛笔拿起来 好,把你的毛笔拿好 好,往前伸直 伸直 伸直 好 往你的左手边摆 好,再往右手边摆 你的手指要伸直 手要伸直 来,伸直 伸直 左右摆动 好 先讲这个动作 请小朋友回家 练个三四天 每天练一百下 要练一下 要练一下 一百下 是的 太少了 好 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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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作要练 还有 纸笔一定要他这样子 这里要平 你不要叫小朋友这样子 只要叫小朋友这样子 他写不到三个字 他会很累 这里要平 好 那先到前面来